马祖道义财师 他已经成就开悟了 成了一个大禅师 马祖道义财师 他不是讲 为道不还乡 还乡道不长 他如果要弘法办道 他劝大家不要回故乡 为什么你回到故乡 道不长 没有办法弘扬的长远 他讲西边老婆子 换我旧十名 西边在那边洗衣服的老太婆 看到他 他说老和尚 你不是马家小儿子吗 马祖道义财师 被叫成马家小儿子 这叫什么呢 这就表示说 他既然不会看中你 他也很难去重视 你所讲的佛法 举个例子 但马祖道义财师 他有个哥哥 也是哥哥 他哥哥有个太太 这是马祖道义财师的大嫂 这大嫂 是一个不认识字的 就是做出活的人 这大嫂看到马祖道义财师 哇 已经是道貌黯然 因为炎然一副大法师这样 然后就很尊敬他 说哎呀 你已经是出家的法师了 你能不能教我什么是佛法 什么叫开悟 听说你开悟 什么是开悟 人真的能开悟吗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这个道义财师就给他 就是说 你拿一个鸡蛋 这个鸡蛋上面 黏一根绳子 这绳子从物粮这样挂下来 挂到你耳朵的高度 你每天有空修佛法的时候 你就把耳朵凑到鸡蛋旁边 这样听 这样听 听到有一天 鸡蛋里有人跟你讲话 你就开悟 你知道他大嫂怎么修吗 三十年每天修 三十年每天听鸡蛋 一直听 天哪 这塞沙那个老婆子 听什么鸡蛋啊 马家小儿子 你胡搞什么呀 听鸡蛋 我还听鸭蛋呢 他就不相信他这个法 对不对 三十年 有一天那个绳子断掉 这蛋掉到这上 啪 他大嫂当场开悟 你看看 当场就践性了 三十年 这个叫做文生法 耳根圆通 文生法也有 也有修眼睛的 也有修耳朵的 也有 这六根都可以拿来修法 你看我们有修文生法 是打庆 听庆音 对不对 那个庆到最后会消失 嗯嗯嗯 入法界的声音 对他三十年的功力下来都是每天这样 每天这样修 遇到这个蛋一下刷破了 他连这个修法所依的对境都没有的时候 他完全体会空性 他完全体会得到 能依所依都没有了 能所二职的断灭 当场见性 他这个法也就对他嫂嫂有用 就历史上 就是对他 历史上叫留下他嫂嫂的名字 他如果回他的故乡 同修你回去 你修了什么法 你回去卖工 回到这个故乡 那条行啊 马先生 刘先生 我们来修一个文生法 把鸡蛋绑在这个屋梁上 这样听 每天听到鸡蛋里有人跟你讲话 你就会见性成佛 人家就说 你下次不要来好不好 不然我要报警 人家跟你当精神病患 所以这个说 你要从事所闻法 不敢犯缺 就是你对你的上师 对你的师父 对你的老师 非常的尽性具足 主要我就是在讲这个 所以你没有找到这样尽性具足的 这个上师之前 不要轻易皈依 现在随缘修 随喜参学 这样就很好 这样 尤其是密法 他进入更深的次第的时候 那不容许你再起疑心 再去迷惑颠倒的 那再有 就有三位耶稷的问题了 那三位耶稷有问题 那就无声反舵了 你面临的都是下舵的问题了 马祖道义产师的嫂嫂 你要听一颗鸡蛋 他来跟我们讲话 三十年 那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他对马祖道义的信心 那简直到了极处 他这三十年 有没有人跟他说 你在干嘛 你怎么 他说没有啊 我这个小叔 我叫大法师 他跟我讲 有一天这个鸡蛋跟我讲话 我就会开悟 哈哈哈哈 有没有人会这样叫他 有没有 他不知道经过了 三十年就听那颗蛋 那是什么信心 所以当我读到这个公案 我好敬佩这个人 他就到时候 他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那我到一天 你听鸡蛋 等到鸡蛋里 有人跟你讲话 你就会开悟 这就是他的口诀 是不是 他也不改 也不会说 就听到隔壁大神走 我听说是要听鸭蛋 不是听鸡蛋 你明天换一颗鸭蛋 真的吗 好 我换一颗鸭蛋来听 他也不会 就受人影响 就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自己觉得很敬佩 很了不起 甚至人家当生了 很艰辛 所以很多重要教法的口诀 他并不是很深奥 不容易懂的